hello 大家好 晚上出来跟大家聊聊天啊 没啥事 闲的走一走看一看 跟大家聊聊天 找地方坐一会 就在这这地方还亮点 说这地方还亮点 就在这跟大家聊一聊 就打扰别人 有时候吧 就是录视频 他有下雨 有风啊什么的 他这个声音可能就不好 完了 效果就不好 我用那个是大奖的osmo action 就运动相机 我看能有机会我给他换了 给他换成GoPro GoPro那个是不能好一点 就买个最高级的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索尼的相机 用那个录也挺好的 但那个局也太沉了 不像这个这么方便 其实跟大家闹点啥呢 刚才我看那个 我看那陈一巴尔之伯 完了说了一个事 就是说拼多多 呃 有个小伙 一个上海的 有一个大学生 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游戏机啊 就不是游戏机 就游戏光盘 叫什么 呃 可能那个叫做什么ps 什么玩意 叫桑马威吉 什么重制版 呃 我认为这个重制版 是不是就是盗版 对吧 要不然他为什么叫做重制版 对吧 你这原版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叫重制版 所以说 就我的一个了解 我感觉他他既然叫重制版 就是盗版 而且那个 我看了一下简单的事情的经过啊 就说什么呢 这生化危机 它是有版权的 完了呢 咱们在拼多多上的那些卖家啊 就可能就给盗版了 或者是说就是大陆不允许销售 他走势的可能是水货呀 或者怎么这些东西啊 反正肯定是 他是违法的 呃 我听陈一发说 说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啊 呃 怎么怎么地的啊 并且陈一发把这个事就是举例的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类似于说吃霸王产 吃完了不给钱 掏一个厂名啊 往汤里一放 就说他埋的了 怎么怎么地的啊 嗯 所以说嘛 就是有的时候啊 就是你看这些网红啊 他聊天啊 他一说这个事吧 就就感觉这个人没什么档次 我说句实话啊 这个可能有陈一发的粉丝 粉丝吧 我也不怕得罪人啊 陈一发档次不高 嗯 你就通通过他对这个事的一个看法 你说他有啥档次 对吧 没啥档次 我我我我留的留的吧 我留的留的 嗯 走一走 走一走看一看 这就是日本的夜色啊 咱接着说这事啊 说陈一发这事 哎 对说陈一发这事之前 有的伙伴说我这视频太长了 让我这个短一点 我说咱们伙伴们是不是忘了我这个 这个 我这个频道鬼鱼了 点餐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我可以为你这个多 你想让我说啥 我跟你说一下 对吧 一百美金吗 你先打一百美金过来 完了咱们再闹后续的一个事 是吧 不一百美金点一回吗 是吧 你要有两百美金 我跟你做两期都行 你要多长给多长 你要两秒给两秒 要十秒给十秒 对吧 我给你精确到秒 一分一秒钟都不再差 是吧 完了 你说你也不打钱 也不懂规矩 就搁底下嚷嚷 这不太好 对吧 什么呢 都才有个规矩嘛 嗯 完了 接着说 说到哪呢 说到那个 说到那个那个 成一法的事 嗯 这他还为啥看我过来呢 他不走呢 太吓人了 这给我整那毛毛的 还非得等我过去了 他才 他才走 吓人了 吓人了 哎 伙伴们啊 先跟你们说个题外话 明天我准备买点这小花 好看吗 这小花 我明天准备来两盆 我要一个那个叶是黄的 是吧 一个叶是黄的 完了一个叶是白的这种 看我看的 就是给我看这些 完了 我去那个 买那个盆嘛 就他们花店卖吧 他不卖花盆 就卖那个简单的花盆 我本来想买个小花盆 买小花盆 完了去一家 没选着什么 就可信呢 接着说这事啊 接着说陈寅发的事 为啥我说这个陈寅发 这个党次低 就是他考虑问题吧 就是比较前线 他这个也符合现在 所有的一个口味啊 就是就是中国人吧 现在或者是说互联网 别说中国人 现在互联网就是一根筋 什么事吧 就光价一上去 这个人不对 这个人不对 就就都是都是这个 就是就是不思考 不思考这个背后 就这件事情背后折射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熟悉啊 咱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小这个上海的大学生 他做的这个事 到底对不对呢 我可以这么说 没什么对不对 那有的人问小宁呢 哎呀算 小宁你说的不对 为啥呢 他骗奴障 对吧 他骗了一个游戏 那一个游戏 好几百块钱 那什么重置版的 他玩游戏 他骗了 对吧 要不然你说他下单干什么呀 他不是不属于白嫖吗 是吧 他骗人家卖家 他利用那种什么 灰色地带的一个漏洞 我来恐吓那个卖家 我来说最后还成功 所以说 这个叫什么 那这个卖家他就赶紧 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事 你在陈秦芳眼里就说 啊这卖家 这怎么怎么的 对吧 那咱回过头来说 我说咱回过头来说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他这个道理是一样 但这个大家听完 我打这个比方 你看跟陈秦芳那比方 它是两个概念 陈秦芳说说 这人为了白 就像吃八王产 往里放个什么头发丝啊 往那饭里啊 就吃完饭了 放个蟑螂 放个啥 他这跟跟这个事 完全是两个性质的事 所以说就是说陈秦芳 就他思维各个方面 他以前也有过这些事啊 我一直 我没怎么提这个事 是吧 我没怎么提这个事 就今天跟大家没事闲聊 我也不是说为了攻击 所以啊 攻击不攻击 那马上我都不在乎 哎呀我给大家 我也给大家 这个小喝点录啊 我喜欢这小河边 老毕了 喜欢 底下潺潺的流水 哎咱老啊咱老找个好地方老 哎这小河边老毕了这小河老毕了 这白点在上面 哎这萨库拉 那个什么了都落了 前两天的樱花开老漂亮 老漂亮 完了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说这个事相当于什么事呢 嗯就比如说这个人他贩卖毒品啊 完了他小伙呢 他吸毒 他在网上他买的毒品 买完了以后呢 他说你贩卖毒品是犯罪 不给他钱了 对吧 那吸毒也不对 是吧 吸毒也不对 也不好 完了贩卖毒品呢 那更不对了 贩毒的比吸毒的更严重 就是咱们判刑也是 就比如说你吸毒的 你要首次被抓住 或者怎么的 你顶多就是去戒毒吧 强制戒毒 是吧 你要老复习复习的话 那可能就 就就就就就 可能判的相对来讲重一点 还怎么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话题啊 但是你贩毒 这个是要掉脑袋的 你吸毒你死不了 你贩毒 你是要掉脑袋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这玩意呢 这个过错 谁更严重 当然是贩毒就更严重了 你不贩 对吧 你不贩 那吸的人就少 对这个社会的危害就少 那回过头来 当然了 这人卖个盗版光盘 或者是说卖个走势光盘 并不 并跟 就是跟这个贩毒 他不是一个量级 他也不至于给他抓起来枪毙了 对吧 但是前提是什么 他是不是 违法了 或者是说 他肯定 一个是他违背了这个版权法 对吧 版权 这个假如要是盗版权 那他就违背了版权 如果走死了 头绪漏碎了 对吧 走死 那这个更严重的 走死 走死罪 那赖长行走死 走死豪扯死了 对吧 没死 那些官员都死了 赖长行回来 这可能判个武器还怎么呢 反正也舍里头了 对吧 跟加拿大呆了那么几年 反正也一天揪心把握 所以说 哎呀 这不行了 这晚上太暗了 我还去找个亮地板 要不然大家还一句许 这 这个就没有夜间模式 这OSMO 这OSMO夜间这垃圾啊 这不行 这拍摄什么东西 对吧 这也不是说一点亮没有 哎 这旁边就是小河啊 老壁了 真的那小水 老清澈了 非常非常清澈啊 回头来接着给大家讲 完了 加拿 对 加那个比喻啊 所以我就想说 他这两个事 他不是一个概念的事 他也不是一个性质的事 是吧 就是跟 我只是跟那什么 跟那个 就吃霸王产那种 吃完了 往里放点虫的啥 那种啊 不是 你不能从表面上就去 啊 考虑这个问题 你考虑 就考虑啊 这这这小的利用法律漏洞的 哎 转眼这玩呢 怎么怎么的 这就跟贩毒那个例子 道理是一样 只不说这个没有贩毒 那个 狠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铁切的比喻 而那个不是 那哥们儿看那个选举 看完这选举 把他跳起来了 我 他太happy了 那哥们儿太牛了 哎 今天这磁田 搁那哪 这个新速期 议会议员嘛 就今儿这磁田 搁那个进行街头演说了 把那个搭招呼什么 都特别和爱可惜 老好 很有意思 这九宝九宝 九宝九宝 九宝 九宝 这个我不认识啊 但是这九宝我知道 他这是个地名 日本人嘛 他这个名老是跟那个地名有关系 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呢 看看哪个顺眼 这个 这是日本共产党啊 日本共产党 谢谢 这些都是啊 这些都是候选人 看面下 你说我能投给谁呢 哎 这个kawai啊 这个政治家女子 看呢 48的 啊 40 啥是48 不知道啥 不知道 不明白 这是年龄吗 这也不像48岁 也不可能吧 这几手就 二来岁啊 太年轻了 哎 其实这个田中Yuki 他那个 整个那个小车 是林肯呢 反正车挺老的 不是什么好车 我把他去那个 哎 这李小牧 大家不认识吗 说他是个名人 这名人太中国话了啊 李小牧 这竞选议员 这几个都挺有意思的 嗯 挺有意思 这就是选 大家喜欢这选谁 哎 你知道 我要投啊 我看面相 我投给他 我投给政治家女子 行不行 怎么优理 我这个人呢 我投给他吧 从那个面相好 你看果然是一个宅男的选择 是吧 开玩笑 当然政治不能这么儿戏 要真投票 真有投票权 我肯定好好看一看 他们的那个 那个就是 政治这个竞选的纲领 所以 大伙伴们 你看啊 就我给大家做的比喻 就是 就是铁切 他这个性质 都是一样 如果性质不一样 没有意思 那就要看认知不清 陈一凡在这个事儿呢 就认知不清 你从这个事儿 你能够反映出来什么 这大爷还可是睡觉 睡好几年了 这流浪大爷 隔着睡好几年了 这一个月次底宝 七八千 那个七八千 那个人民币 就这样 就隔着一睡 一个月里有七八千块钱 都有些老头 你知道吧 都赶上中国公务员 退酒待遇 咱就就跟着睡 你这谁受得了 不到 就愿意跟着打一 哎 万一也能操上眼 喝上酒 没事 我看好些钱还给点 咱们说那啥 接着说那个 说啥来的 说那采取法 所以就中国人 有很多人就是认知不清 再一个张口来 今天嘛 就是我学校同学 有个女人 就特别烦人 就张口就来 咱们上课 不有那个材料吗 偏在说 我那材料是躺的 我说我的材料 上面写的名 我说你看看写的 写的什么什么 是吧 擦着把这名说出来 我说你看一看 是吧 你就不行 那就怎么 就赖我拿他东西了 我说我有 我啥时候 我拿你东西了 怎么怎么 就你们乱拿 后来就说一看 不是我就说别 就说是我们 我说我们跟你有啥关系 我说我也 我说我说咱谁拿你东西 你那玩 真的就是 就是你看 这个 这个人嘛 这个数字 就太 太差了 完了 这张口就那泡玩呢 你说 真的 你这给他又能咋的 这 这关键现在上课用 要没用给他 给他 能咋的 完了啥事吧 就是属于这气儿不等的女的 我跟别人闹吧 就是那个自行车的事 买这张车的 买这张车的 那啥 考驾照 我说你咋不考火星驾照呢 我咋的 我开马斯克那个航天飞船了 这张嘴就来 这帮玩呢 这 完了 那女的长得就长得就可了八成 要说这玩呢 面有新生也是 这是景深不太正常 然后 好了 这是一个插曲 这是一个插曲 那女的还说 我会看手相 我给你看看 我这拉倒拉倒 你别 别 别借机会看摸摸手 我受不了 你够离我远点 是吧 还看手相 还看 我的手是一般人能接近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 看什么事 看事情的本质 就这小伙 上海这小伙 他做的是不到的 但我认为 贩卖盗版更可视 对吧 他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弄得人家店家像很无骨一样 你这么想一下啊 如果这个店家贩卖的是盗版 他剽窃的是什么 剽窃的是知识产权 你比如说这PS 你比如说PS是索尼的吧 这游戏 你说PS这个索尼公司 请了那么多的人 人力物力 完了没白天没黑夜的 加班加点的 把这游戏做出来了 你过来copy一下就完事了 那人家的日本人呢 或者是啥 就是日本人呢 也像有中国人呢 去打工啥的 人家的低了度路 的一顿干 完了人家公司有版权 是吧 等着这玩意拿奖金呢 完了你这一盗版 影响你的收入了 是吧 你走势还好点 好赖你不也买吗 对吧 对人家这个收入吧 影响就不大 好赖你不也买吗 你要是盗版 你可真可耻 是吧 那你这直接就光光 你就 就那什么 所以说这个人 他也不怎么盗 就是卖这个盗版盘 但如果他要是卖走势盘 他违法 那你国家走势的东西 你没上税啊 或者是说 国家明令 就是不允许你卖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要卖呢 什么毁射地带 啥叫毁射地带 这个世界 啥叫毁射地带 这是一个毁射的产业链 什么毁射 怎么毁射啊 那医生拿红包 叫毁射吗 那不叫犯法吗 那不叫犯罪吗 是不是 他老玩毁射地带 哪有毁射地带 这个世界就黑和白 是吧 他跟我玩 但这个世界不是黑和白 有毁射地带 那么谁定义毁射地带 那我跟你说 要是这个世界真有毁射地带 我可以给他定义成白的 或者是定义成黑的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对吧 寻衅自制 我一个寻衅自制 我就能给你定义为黑的 我一个寻衅自制 我要不寻衅自制 那你就是白的 你就没事 看问题 看本质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你看网上的舆论 你就 他们就没有资产 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你看我的聪明儿活得多累 啥的态度 我这聪明儿就脑袋就不够用 这叫聪明人太多了 傻着不够死 是吧 傻着不够骗 现在是聪明儿少 傻着够骗 这一顿骗就完事了 所以说就是 所以说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玩 都不怎么是好玩的 你要那么说啊 咱要说 咱要说你要说非得什么道德 也就这个 那这个上海小伙不道德 或者是说这个卖家多鼓鼓 往这方面闹都没有意义 卖家他也不道德 小伙他排白嫖吧 他也有点那个这个也不道德 是吧 那人家怎么说呢 是对方犯法的 和走着灰色地带的 就不对 对吧 但但你这 你的初衷也不太好 对吧 你明知道他他不对 那你按理说你应该举报他 而不是说去买这个游戏 玩你自己在玩 是吧 人也不是说这玩意不好死 所以这个就都不咋地儿 都不咋地儿 那回过头来 你再说我自己啊 那你说我看书 看着很多 拖帮人 那你说我下那个电子书 有几个是正版的 对吧 你要非得把这个人吧 就是锁的 怎么那 你不能也那盗版不行 怎么怎么地的 是吧 版权真正支持版权 我跟你说 那这么说 中国这个14亿人口 我饭是用这个电脑的 它有99% 他他干过侵犯知识版权的事 对吧 为什么 windows 有谁 买正版的windows 我就我就问问伙伴们 就你们当年啊 就是 比如说什么windows98 windows 就是xp 买过正版的吗 如果买过 除了要不然是公司 如果是个人购买 盗版一张5块 10块 正版 7800 对吧 6700 7800 还分什么专业版 什么家庭版 那我想问一下 那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这些小伙子 就是这个事儿吧 就是 没法去说谁对谁错 是吧 人那个 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就是看自己良心过得去 过得去这事儿就不是事儿 过不去那可能 就不行了 所以说还得需要法律去约束 官方出来定义一下 如果官方没有定义 那就他俩都不怎么地儿 完事儿 官方也不出来解决这个事儿 那就证明 他俩可以 就这么撕咬就完事儿了 撕咬这事儿解决不了 就互相撕咬 互相啃 互相骗 就完事儿了 一个卖刀板 一个白瓢 完事儿了 这就是解决 解决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既然禁止不了 就像你们互相去监督 让市场去决定 而不是官方出来去决定 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 看刀板书 那孔一级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叫什么 叫切书不算同 切书不算同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事儿 都有问题 我这绝对不是各打五十八大板 都有问题 这小伙呢 从道义上有点问题 这属于像类似于那种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 那你说为啥国家还鼓励职业打假人 那不就是因为你那个标签标的不对吗 我跟大家这么说 就是那个厂家 就比如说职业打假人找的那个厂家 都是那个 就小县城 就小县城啊 那个破厂 是吧 就写个包装都写不明白的 上面写的调料啊什么的 有的国家不让放 有的让放 有的怎么的 必须标 有的可能可标可不标的 就他一点都不规范 所以说人家职业打假人 人家来了 人家帮你规范 那怎么呢 你给人点钱 过分吗 对吧 不过分 帮你规范吧 就是他 就是厂家和那个职业打假人 私底下进行交易 对吧 他也能帮他规避这个事 他下回就不改了吗 厂家就改了吗 他念了不及改了 那也不也叫改了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不也为了以后 比如说他里头扫标一个调料 职业打假人打假 那万一有的人 比如说鸡蛋 就吃鸡蛋过敏 他买完这个 他不到里头还有鸡蛋 一吃过敏了 对吧 那不就绑住消费者 所以说职业打假人 对这个行业是有净化作用的 那就可以 对吧 所以说国家法律鼓励他 当然职业打假人 这活可能就不是那么光彩 那这个盗版也一样 那以后就禁止你卖水货吧 PS游戏你别玩盗版的了 就完事了 别玩盗版的 别玩水货了 别玩了 是净化市场了 玩正版的 没有正版的憋着 或者自己想着 就网上下 净化一下市场 那你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说不清 说不清 那有的那职业打假人 就是那个 比如说厂家那包装 他其实不影响消费者 比如说鸡蛋杂的过敏的都标 他有的可能是国标什么 哪个哪个标的 可能比如说老国标 他没有及时更新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说 他不影响那个顾客的食品安全 但他影响那个食品标签法 那食品安全法 那食品安全法也有标签 有通责 有管理办法 那这个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他就 那他就帮他规范一下 省了以后 那个官方找他 再罚他 那不也行吗 对厂家也是一个好事 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说这个要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打架 也要正确的看待这位这小伙伴干的这个事 所以这情语法或者是事情 你不能仅仅看 就一拍脑门 这事 这小伙不对 太损了 是吧 卖家太无辜了 他无辜个屁也 他不无辜 他自己卖的啥玩 他自己心里没说 那你就像我 那你说你这个 就看刀板书这事 那你说看刀板书 我一天我良心 很不安 我不不安 对吧 我正买书 我买那么多 我买得起吗 你要跟日本买一本书 一百一百 我不看点刀板 我全看正板 我不疯了 对吧 所以说 为了看书 为了指示 对吧 我以后负责的指示 那有能力了 我再去买正板 那我支持这个 做这个 我哪怕把我这个 看过的书 挨一样都买一边 都行 对吧 你有能力了 咱就支持 没有能力 那咱就算了 是吧 这网上都有 这个就相当于像啥呢 就比如像这个 民主国家看病之间 能掏得起钱 掏 掏不起钱 也给你看了 是吧 这要不太可怜了 就是这么一个事 是吧 你看咱现在咱没钱 咱去看看书 就去看看网上到吧 也挺好 有钱呢 咱就去买正板 支持一下正板 那啥呢 就看看到吧 那我这咋的 还天天 那我这 还还还 还那啥了 还天天心里 多那啥 多多多纠结 一边去 哪有那么多 正确的道德观 哪有那么多 灰色地带 天天玩这套 一直灰色的 一个什么玩意 讲道德 中国有道德 装啥装 道德还八王颤 八王颤比 比喻个啥比 那有人跟小宁说 那你咋看这个事 这事就是无解 是吧 这做的都有毛病 也都没啥毛病 是吧 那卖道版盘 那活改 是吧 白嫖那个道德 有瑕疵 是吧 利用人的弱点 完了 折腾人 这就有点像文革 整理 是吧 把人小便的 把人使劲折腾人 或者是说 没有小便的 也给你揪出来个小便的 使劲折腾 都不咋地 是吧 但这个事上来讲 我认为卖道版 道版光盘 或者走私光盘 我认为他 他的责任更大 所以说他被白嫖了 活该 活该 这小伙子也有责任 但是他的责任次点 就次 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至于我的小伙伴怎么看待问题 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感秤 自己 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 就可以了 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 或者是说 自己良心能承受住 谁也不是完美 对吧 那比如说 那你说 那你说我看个盗版书 那我还 还得天天地跟那个坐着 道歉呢 对不起 我这 我这怎么怎么地了 是吧 不至于 对得起自己良心上能承受得了 这事就不是事 良心承受不了了 不要干这个事 是吧 良心承受不了就不要干这个事 你比如说那虐猫虐啥的 这良心承受不了 不要干那个事 太狠了 是吧 太太太吓人了 良心能承受得了 那也尽量远离这种人 这种这人的道德底线 太底 所以说找跟自己道德底线 差不多的人 就可以了 共同的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说明白了没有 说了半个点 有的伙伴又该说 小宁 你做这视频的时间太长了 没办法 把事情讲透 就是需要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没有办法 行了 明儿我去买那个花 那花叫雏菊 我买一个黄色的 就是鸡蛋 鸡蛋色的那种 鸡蛋黄色 黄色花瓣 浅黄色花瓣 我再买一个白的 明天我再去咱们这边 有那个便宜的百元店 我再买两个花 回来种着 给我那小阳台一晒 老美 没点花草 还没有生气 没意思 我是一个挺讲究情调的人 要不然没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这人吧 这个就是 咱就老是 就怎么说 好好过日就行了 过得开心快乐 对得起自己 自己良心 能尝得住就行了 就可以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